大家好,我是阿虹 今天我利用下午的一個空檔跑到中寮山 這個地方離北高雄市區大概三四十分鐘 算是可以用比較短的時間就到一個相對有郊區感的地方 那其實這也是晃一晃而已 就是至少可以小小的離開那種水泥叢林的感覺 那其實我從以前就很喜歡騎車 那我還記得以前在讀高中的時候在南高雄 所以那時候都會跑去壽山 那因為現在工作的關係跑到了北高雄 所以這地方呢就 又成了我另外一個在城市中的一個小小的花園 那待會呢會帶大家看一下這邊的風景喔 因為中寮山底下剛好有一個 算是蠻有名的中寮隧道喔 它就是國道3號 它會穿過整個中寮山 那你可以從中寮山上呢 往下看到國道3號 算是 我覺得景色算是非常的漂亮 那其實這條路線呢 不太適合小跑 就大概像這樣 就是沒有地方去啊 可以稍微晃一晃 因為這裡的路況其實沒有很好 就是 你可以感受到這個路很久沒有修了 那路面品質也不是很OK 反正就來到這種郊外 我們就是抱著一個 郊遊的心情囉 那剛剛看到路標還會到一些 泥火山啊 或者是機關山等等 那我的目的地是中寮山 這整個附近其實都 蠻多地方可以逛的啦 我剛剛看到路標有些 道路施工 是希望我的摩托車過得去囉 是希望我的摩托車過得去囉 其實我很久沒來了 我真的不記得這裡的路有這麼糟耶 不知道是不是走錯路了 這邊有個觀景台喔 可以稍微看一下 郭道山好 在那裡 那我自己呢,是都會跑到這裏 因為這地方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觀景台 那因為這裡的視野其實真的非常好 所以稍微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邊 那其實在前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國道3號 那剛剛我有一個地方 有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另外一個休息的地方 那個地方其實剛好在國道3號正上方 所以可以更近距離看這些車潮 那離我們這個比較近的山呢 它是大岡山 那個地方也像這裡 中遙山一樣 就是離市區算近 然後你又可以脫離市區的那種感覺 那再來呢 這地方我剛剛稍微看一下地圖 沒意外這裡就是台南市區了 那然後我們如果往南看的話 這個地方呢其實就是 高雄市區 那我們就差不多準備回去囉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呢 請按個喜歡、分享、訂閱、加鈴鐺 也非常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阿虹 我們下次見 掰掰